欢迎锁定今晚九点热话题 我是叶佳容 头条先来关注是日本东京雨田机场 下午传出了飞机起火意外 日本航空的班机降落的时候 擦撞到保安厅的飞机 之后就瞬间起火燃烧 不过幸好机上379个人都顺利逃生 转架飞机从窗口内不断窜出红色大火 机枪内燃烧火焰 浓浓黑烟向上飘散 火势相当猛烈 停机批上警报声大响 火势实在太大也让人看得触目惊心 日后在午5点40分 日本雨田机场 日航一架空8A350客机 在降落时和海上保安厅飞机发生擦撞 随即两架飞机都冒出熊熊大火 因为擦撞到海上保安厅的飞机 要送物资到灾区的MA722定义机 两架飞机擦撞后立刻起火燃烧 日本航空班机机附着陆继续滑行 跑道也全部都陷入火海 TVBS特派记者也抵达雨田机场立刻直击连线 在日本雨田机场国内线的观景台 这个地方事实上 现在还是有不少的日本媒体 以及航空民是持续的在这边 关注着日本航空的这一场空难意外 而事实上我们采访团队 是在抵达雨田机场之后 我手机的推波就收到了这个意外 所以我们也赶快来到这个地方 来为大家掌握最新消息 这架日航航班编号JAL516 是空中巴士A350机型 从北海道新千岁机场 飞往东京雨田机场 机上乘客共有367名 群中有8名是婴幼儿 机组员共12人 根据NHK报导指出 机上一共379人全部顺利逃生 雨田机场也紧急关闭 整起事件 日本政府已经在当地时间下午6点05分 在总理大臣关底 危机管理中心 开设指挥中心 坐证指挥 这起空案意外 特别新闻纵贺报导 而飞机起火当下 机舱内部的画面也曝光了 乘客呢 透过窗户可以看到 机翼是不断冒出浓浓黑烟 乘客们受到惊吓 不断的尖叫 幸好在空服员的指示之下 都顺利到了机舱外 机舱一片漆黑 弥漫浓烈烟雾 乘客第一视角生死一瞬间 机上乘客目睹 飞机降落跑道 机腹开始窜起 红色火焰与浓烟 只见不少乘客 手捂着笔口 不知所措的逃亡 空服员赶紧指引 顺利逃出燃烧中的客机 只见在大火中 民众狂跑 画面超惊险 机上的367名乘客 跟12名的机主人员 索性全数逃生 民众自救博生存 这起空难 乘客可以骑机式全数逃生 重点就在空服员训练有数 掌握黄金90秒准则 也就是着地后油箱破裂起火 黄金90秒就必须离开机舱 避免再度爆炸 90秒的这个黄金 黄金疏散的时间 那这个时间的时候 这个机长一公布的时候 空服员就要各司其职 被擦撞燃烧的 日本海上保安厅飞机 航空名就揭露 这架飞机巡击图 其实1月1号 从雨田飞到石川灾区 运送强震物资 2号飞回雨田就出事了 目前这架海上保安厅飞机的 5名机员罹难机长重伤 根据了解 当时塔台有要这架 海上保安厅飞机先暂停 没想到他却进入跑道 才会发生这起空安意外 TVB新闻林明文宁宣 台北朝报道 而我们的采访团队 当时也在雨田机场5楼的观景台 直击这整起事故 不过因为现场很混乱 机场跑道关闭 导致空中交通大乱 我们现在是在日本东京雨田机场 国内线5楼的观景台 而在这个地方呢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其实在我的背后呢 就是这一架 湿式的这个日本航空的飞机 而现在透过画面 大家应该可以看到 这个飞机呢 是持续的在起火当中 而且是不断的冒出浓烟 远远的就看到 飞机跑道上出现熊熊火光 火焰从机舱窗户 四面八方串出来燃烧相当猛烈 日本雨田机场 当地时间下午5点47分 发生火警 TVBS采访团队 刚好在等待转机 现场直击 在日本雨田机场 国内线的观景台呢 这个地方事实上 还现在还是有不少的 日本媒体 以及航空民 是持续的在这边 关注着日本航空的 这一场空难意外 而事实上我们采访团队呢 是在抵达雨田机场之后呢 我手机的推波就收到了这个意外 所以我们也赶快来到这个地方 来为大家掌握最新消息 起火飞机是日本航空型号 空中巴士A350 火势燃烧超过一小时 尽管天色昏暗 还是可以看到黑色浓烟 直窜天际 消防队现场派出63辆水车 持续洒水灌旧 五楼观景台也聚集不少旅客 今天机场四条跑道 目前都已关闭 航班受到影响停飞 不少日本旅客原本都要返乡上班 目前都只能待在机场内 等待消息 预计要等整起事件告一段落 才能确定是否开放其他跑道 TB新闻综合报道 而日本的新年真的非常不平静 像昨天石川县也发生了强震 而很多人刚好是在神社参拜 却突然一阵天摇地动 赶紧蹲地避难 日本富山县神社就得晃动 强着来袭使的神社内的钟摆 也大幅度摇摆 自动敲响阵阵中声听了让人惊慌 日本镇阳附近许多神社传来灾情 会在金泽的大野凑神社 所有人惊声尖叫 看着百年历史的神社石灯摇摇欲坠 加上日本人有新年参拜的习俗 各地神社人满为患 却被突来的大地震 吓到赶紧避难 规模7.6的强震 就连开车都超级有感 有民众第一时间搞不清状况 直到停下车后才确认有大地震发生 新系地区也感受强震威力 一处加油站附近 外国游客拍下地震瞬间 镜头前车辆剧烈晃动 所有人表情惊讶 不敢相信有这么强的地震 车开嗓门大喊头 逃命在海啸警报发生后 首当骑冲的南丹半岛 诸州居民赶紧往高处爬 现场又肉眼就能看见 远处海岸有大浪来袭 由于海啸警报持续好几小时 居民只能席地而坐 耐心等待保住 姓名要紧 点新闻综合报道 目前在灾区因为道路被震出了裂缝 导致路上还有空中交通都受到影响 能登机场的跑道出现了十公尺裂缝 加上连外道路中断 五百名旅客因此受困 往前走看到惊人画面 大片路基坍塌掏空 前面移动房子 往左边看再移动 已经连根拔起摔一下边坡 镜头拉近仔细看 好几辆车子也在道路摊房后 跟着往下摔 甚至有车被房子压在下面 这些恐怖景象就在石川县最大城金泽市 而越靠近镇阳能登 灾情越惨重 能登半岛北端的株洲 有人喊着加油为灾民打气 因为这条路上每一栋房子不是全垮 就是严重受损 在能登地区 许多道路桥梁就像这样出现大裂痕和断层 像这块人孔盖还穿破柏油马路 地震过后不止一般道路毁损 星系上月的国道发生大规模山崩 完全无法通行 北路行看线一度停驶 周二下午两点恢复全线通车 而能登机场更是重灾区 不但在跑道上出现十公尺长的裂缝 航下天花板还剥落 周边道路破损 无法行车大约500人受困 1月4号之前不会恢复起降 来到冲绳纳坝机场 有来自石川的旅客 回程就受到影响 一场大地震让北路地区 路空交通打乱 而其实目前在灾区呢 医院的状况也很危急 是断水断电的 日本政府在今天 已经派出1000名的自卫队员 进入灾区协助救灾 日式房屋的砖瓦倒塌碎了一地 还有神社的石柱被震倒变成大石块 当地居民忙着清扫碎片 然而住家内部家具拉门东倒西歪 仿佛踏入废墟 应该是双向的车道一大半坍塌 车辆只能挤在最内侧通行 并派出人手放上三角锥 拉警戒线 避免再有车辆掉进大裂缝 根据日媒TBS地震发生后 从远处看到石川县房屋起火燃烧 校方字幕显示 新细县一名89岁老妇 在逃难中不慎跌倒 头部受伤 而这类伤患正挤满灾区医院 但是因为道路柔肠寸断 许多医师无法感和医院 当前急诊医护人力紧张 镇央石川县居民在药局前排队领药 根据这门消息 石川 新系 富山一共19家医院 在地震中损毁 断水断电 无法使用氧气设备 因此手术等全部被迫暂停 不仅内阁官房长官 首相岸田也出面 在官邸召开记者会 说明自卫队 已前往灾区送水救灾 日本政府动员海陆空运输 要尽快将物资与救援力量 送进能登半岛地震重灾区 TVB的新闻在车马城用文文综合报道 回到台湾来看是民众党的候选人 柯文哲 吴欣盈展开全台车队扫街 今天碰到了几位的国民党立委候选人 还互相加油打气 一排一蓝相互加油 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 车队扫街正好经过再战路口的国民党立委候选人林国春 真的好巧 有事先讲好吗 他是他的好朋友 苦主在这里 巧遇嘛 巧遇互相就 就跟我们的对手 我们也是跟他喊加油啊 而且我的竞选总部的成立 或者是我的后远会成立 他们的新北市党部主委 陈世轩来过我这里很多次 也公开的支持说民众党唯一支持宁国春 所以今天主席要参选 经过我们这边我们当然喊加油啊 说穿了就是刻意的巧遇 国民党小机拼前进国会 利用柯文哲车嫂 制造同胖机会 柯文哲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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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新庄 国民党立委候选人蒋新庄 跟进总理的人全跑出来 给出超友好打气 他本来就是他的好朋友啊 礼貌上还有我们台湾的人情味 我们都会跟对方加油打气 有没有跟党部来就是报备这件事情 那当然是没有啊 因为这个就是突发了一个状况 已经到最后阶段了 那大家出来扫街一定会很频繁 那遇到了当然就是打声招呼而已 所以我认为这部分是还好 尽管都说是礼貌性打招呼 拉抬意味却很浓厚 否则怎么会有一天三次的蓝白巧遇 因为就连副总统候选人 吴欣盈的车队 谢谢他们愿意这么多的民众 出来帮柯文哲加油 未来在各区都会经过很多的 立委候选人的进总 那只要在该区 我们并没有提名民众党的区域立委 我们都会很乐意的帮他们加油 话说的很直白 就算吴欣盈车队晚到 国民党小鸡林津杰敢行程不在 该有的善意还是少不了 国民党对自家人的举动不回应 但柯英车嫂第一天 三度跟蓝小鸡同框 还选在国民党侯友宜的大本营 新北市 支持者边拍边喊 不少骑士挥舞棋子 还有人从楼上住家打招呼 其实最主要是要给 要召唤我们的支持者 述住一个更草根性的活动 来激起这种支持者的热情 选在倒数 柯文哲打路战 车队后头跟着支持者的 小草鸡车部队 重大声势之余 跟蓝小鸡的公开打气 要鱼帮水也能水帮鱼 TVBN新闻 刘雨军丽萍新北报导 而在立委选账上 蓝白看起来是互相友好 可是柯文哲对侯友宜 还是很不客气 讽刺他是中共支持的人 没得谈的来看什么 我已经是中共支持的人来看什么 柯文哲讲的人还能有谁 这六大协议别人算不算 我不管他 当然是我讲过我一定算 当初蓝白签的协议事后翻桌全不算 现在被柯文哲呛中共同路人 侯友宜说你不就是赖清德 选战倒数民调封关在即 蓝白都想趁着最后一波凝聚支持者 一公一房之间似乎都摆脱不了 弃保两字 甚至最后一天能不能冲到十万人以上 那么这个可能就是比这个气势 那么到时候谁的气势高 那么如果弱的那一方冲不起来的话 很有可能选民看到那种场合 那么就会做一个选择 因为那个时候已经不能够公布任何民调了 那么造势的场合的声量或声势 恐怕就取代了民调 蓝银希望能够发挥气宝 白银希望不要被弃 学者分析封关后能取代民调的只有造势 而蓝白的六点协议其实双方都喊过 只是时机不一样 如果各位还记得的话 11月24号登记的当天 柯文哲登记的时候喊出 他说六项协议都有效 可是当时蓝银说 这件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我们在对比元旦的这个说法来讲 是不是这两个好像位置做一个颠倒 我想主要就是 怎么样去把对方阵营的 这个支持者能够挖到我们这边来 这个我想是对双方在不同的时间点 对六项协议的这个看法 会有这样的一个起义 而民众党也有动作 封关前一天也开记者会公布内参数据 这次选举以来的过程 问一问我们自己 你选择支持一个候选人的理由是什么 侯友宜候选人非常怪异 我们要公开问侯友宜 敢不敢对中国共产党讲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为什么面对中共戒选 国民党跟侯友宜 显得如此的渺小 是不是因为输定了 所以什么方法都用伤了 而至于民进党的候选人赖清德 他则是到全台香火最鼎盛的 云林北港朝天宫去参拜 而妙方是直接称呼他为总统 就引发外界联想 算不算是霸装成功呢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一抵达云林北港朝天宫 董事长蔡永德全程陪同 两人有说有笑 接下来这话 董事长这话很直白 妙方也很懂作囚 但这下有点尴尬 要民众比出夜 就是赖骚沛的竞选号次 这下赖清德赶紧喊不用还不够 手还连忙一直摇就怕被作文章 这高人气民众抢河营 赖清德也大展亲民 特别站起来跟民众握手 毕竟北港朝天宫是全台香火最旺的公庙 要抢供宗教票 这里可是重中之重 就是要连结 从小就跟这里很有缘分 但只见赖清德讲故事时 一旁董事长不断摇耳朵 似乎像是在温馨提醒他 蔡永德领数周全挺赖意味农 但其实他的姐姐 是这次被立为民众党不分区 排名第十一的蔡春筹 董事长 毕竟妈祖的政治学是候选人的必修学分 而各党现在都要抢政党要 如果最终三党在国会的席次都没有过半 反而小党将会成为那个关键少数 我们把时间交给资深记者邱婉柔 全新一届的立委将在下个礼拜六选出 但其实过去呢 我们的立委席次呢 原本有220席 但为什么减半变成115席呢 就是因为从2008年 首次实施单一选区两票制 算这113席当中呢 总共有73席的区域立委 原民立委总共有60席另外还有34席的不分区立委 不过呢我们来回顾过去的立委选举 其实区域立委呢大部分都是为蓝绿提名胜出的 所以呢如果小党想要生存的话 势必得从不分区立委下手 所以呢当然也是他们关键的作战目标 所以我们看到呢小党积极争取政党票的得票率 因为攸关不分区的立委席次 另外还有的就是这个政党补助款呢 因为如果你得票率超过3%的话 就会有一票50块的补助 那民众党现在他们就希望说呢 他们现在是有5席的 希望呢这次选完以后呢 一定要比5席还要多 至于时代力量呢 为防泡沫化呢 他们也积极的呢 就是在这个3席有一个保卫战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呢 国会三党不过半的机会也会非常的大 也就是说呢整个立法院将会面临一个新的局面 那越多的小党跨习次的分配门槛呢 也将越有影响力 尤其呢这一次的民众党呢 渴望成为国会的关键少数 而2024除了台湾之外 包括美国还有很多国都要选举 不过台湾是打头阵的第一个 也吸引了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 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宛柔 2024可以说是全球的选举年吗 来看到经济学员就说了 2024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选举年呢 因为全球大概有50%约42亿人口呢 将进行投票的 当然也包含了台湾在下个礼拜六举行的 总统跟立法委员选举 美国总统大选呢也将在年底举行的 尤其呢这个外媒呢 更把台湾大选列为重要的观察指标 先来看到华盛顿邮报 他们就讲 中国主要由社群媒体呢提供亲国民党的人来做宣传 那么美国媒体就评论呢 中国干预台湾选举呢 他们现在认为呢 台湾是有能力可以挡住中国借选的 另外来看到这个外媒 他也指出呢 这个台湾呢是华府在亚洲盟友台湾的大选举 这也是2024的首场重要选举 但是呢有可能会加剧印太地区的紧张局势 两岸恐怕会拖累华盛顿以及盟友的 那么呢他也进一步分析了台湾选情 他就说呢北京是因为赖清德肖美琴支持独立税 将两个人还有其家属呢加入了制裁名单 但这份制裁名单呢不可能会执行的 另外中间派的柯文哲呢 也是这一次的参选人 国民党胜出是北京最乐见的结果 因为他们可以重启跟扩大两岸经济联系 还想知道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拿起手机扫门旁边的QR Code 加入TVBS新闻APP 更多的及时信息带你一手掌握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